年轻不养生 和丈夫离婚 如今女儿终于嫁给了一个好女婿 她也就此放下了心 开始为自己后半生的幸福谋划 在她的努力之下 终于为自己迎来了迟来的幸福 下面是和女士的字数 我今年58岁 有一个独生女儿 女儿今年年初就出嫁了 女婿是高材生 985毕业后 考上了公务员 女儿是中学的老师 长相甜美 女儿和女婿在一起非常般配 简直就是天作之和 自从女儿的婚姻大事解决之后 我就开始为自己后半生的幸福谋划 我的丈夫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男人 他把传宗接代看得比命还重要 当年我生下女儿时 他看都懒得一眼 掉头就走 从此再也不理我们母女 整个月子里 他都没抱女儿一下 完全是我独自将孩子拉扯大 孩子小的时候 我的眼泪都要枯干了 丈夫不仅不帮我带孩子 还总是逼着我把女儿送回娘家 他让我再帮他生个儿子 否则就坚决不再搭理我 当时计划生育抓得正眼 如果超生 不仅要罚款 我还会被开除公职 我一方面不舍得将宝贝女儿送走 另一方面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委去超生 我害怕因为超生而被单位开除 那么我们娘仨就很可能连饭都吃不上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 我就一直没同意再生一个孩子 自从我坚决拒绝再生孩子之后 丈夫就彻底将我打入了冷宫 她说娶妻就是为了传宗接代 如果我不愿意帮她生儿子 她就要让我一辈子守活寡 我原本以为她只是说得赌气话 谁知她真的说到做到 从那天之后 她不仅和我分房 就连吃饭都不和我在一起 每天我们都要分开做饭 她每次只做自己的饭菜 等她吃完了 我再去厨房做自己和女儿饭菜 有时候我带女儿没时间做饭 就只能饿着 她明知我没饭吃 也不会将她的剩饭剩菜 云给我一点充饥 就连工资 她也不再交给我 以前她每个月都会将工资如数交给我 由我统一管理 自从我生了女儿之后 就再也看不到她一分钱工资 她说女儿是赔钱货 只会糟蹋她的钱 三十年来 我不仅得不到她的安慰 还花不到她一分钱 我们两人在家里 就像是陌生人一样 各吃各的饭 各睡各的觉 按道理说 我俩这样冰冷的关系 早就应该离婚 可住房问题却制约了我俩 让我们离婚的问题 始终得不到解决 我俩都不反对离婚 可实际情况却是很难离婚 我俩住的房子是工房 是当初结婚时 单位分给我俩的 工房只有居住权 没有产权 所以不能上市买卖 如果我俩结婚 势必有一方要搬离这套房子 我俩谁都不愿意放弃房子 因为放弃房子 就意味着流落街头 无家可归 那时候大家都穷 别说买房了 就连租房的钱都没有 所以离婚的问题 就一直悬而未决 我俩始终拿不出 两全其美的方案 我俩就这样一天一天地 挨着日子 虽然互相都看对方不顺眼 但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同在一个屋檐下苟祸 后来 她和我们单位的女会计 勾搭上了 我发现后找她闹过几次 她不仅不认错 还劈头盖脸地毒打我 从此我也就懒得再管她 就连女会计的丈夫 都不管这事 我一个被丈夫打入冷宫的女人 又何必凑那个热闹 即便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拆散他们 丈夫也不会因此 就对我好一点 当我想明白很多事情之后 就再也不管他们的事情 反正天下自有公道 我只希望老天爷能够为我主持公道 对于女会计丈夫的不闻不问 我身为理解 女会计的丈夫老家在农村 农村的父母体弱多病 早早就失去了劳动能力 所以她的收入 全部用在了两位老人身上 对家庭没有尽到男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自从女会计和我丈夫勾搭在一起之后 用钱明显泼辣了许多 她不仅往家里大袋大袋地买肉 还总是往家里拎一线 过年才吃得到的奢侈品 这些钱当然来自于我丈夫 否则人家凭什么要和她在一起 女会计的丈夫 竟然能够沾到妻子的光 跟着她吃香的喝辣的 自然就对她出轨的事情睁只眼 闭只眼 只要她不闹腾地近人皆知 她就只当作不知道 女会计的丈夫都不追究 我也不敢管 丈夫和女会计的奸情 就得以一直延续 如今他们在一起 已经长达三十年的时间 依然没有分开的迹象 既然如此 也让我对老公回归家庭的期盼 彻底死心 我再也不会吸引她哪天突然良心发现 会明白我的好 让我俩能够不计前嫌 开开心心地过好后半辈子 自从我不再做梦之后 我就在心底彻底放弃了她 开始为自己的后半生规划 在我后半生的规划里 只有我自己并没有丈夫的存在 我于五十岁那年退休 虽然我工作了一辈子 可退休那年依然没啥积蓄 以前那么多年 都是我一个人的工资 维持家里所有开支 丈夫从来不会给我任何资助 所以我每个月的工资 几乎全部被花光 根本就存不下钱 丈夫这么些年 把所有的工资收入 都贴补给了女会计 所以她也是两手空空 我俩目前住的这套房子 就是她赖以生存的根本 打死她也不会将房产拱手让给我 所以能够彻底离开她的第一步 就是一定要尽快为自己买一套房子 否则所有未来的规划 就只能是一句空谈 但以我那不足万元的积蓄 买房又谈何容易 那段日子里 我在家里左思右想 始终认为 我不能这样在家里坐以待毙 否则我的一生 都会毁在丈夫手里 我决定要趁着自己还算年轻 要走出去打工挣钱 要凭借自己的一把子力气 为自己的房子添砖加瓦 我给自己找了两份终点工的活 每天中午去一位离休的老教授家里 做中饭 晚上再去另一对小夫妻家里 做一家三口的晚餐 这两份终点工的收入 比我的退休金还要高 我没想到做终点工 居然这么能挣钱 否则我退休后 一天都不会休息 一定不会浪费一天 只为了能够多挣些钱买房 老教授的妻子去年因病去世 留下他一个人 孤零零地住在一套大房子里 老教授的妻子活着时 将他照顾得很好 所以他对于家务是一窍不通 更不会给自己做饭吃 他家里之前请了一位终点工做饭 终点工前不久添了孙子 他就回老家带孙子去了 这样老教授才会请我去他家里做饭 老教授自从吃过我做的饭菜之后 就对我的手艺赞不绝口 他说我做的菜调料放得少 吃起来原汁原味的 特别适合他的口味 老教授爱吃 我做的就越发的殆劲 老教授非常注重养生 他每天早上都会出去喝早茶 中午就吃我给他做的荤素搭配的午餐 晚餐他只吃酸奶和麦片 说这样才是最健康的饮食 老教授虽然已经是六十有五的年龄 但看起来精神头特别足 根本看不出他已经是笨七十的老年人 老教授自从得知我的遭遇之后 看我的眼神就和从前有着很大的不同 每次我炒完菜 他都要留我吃了饭再走 说想要和我好好唠唠 既然老教授爱听 我就将我这么多年的遭遇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他对我的遭遇深表同情 说他一定要让我获得幸福 他说通过对我长时间的了解 他早已看出我是一个好女人 他说我和丈夫离婚之后 可以搬到他家里居住 如果我愿意做他的妻子 他也会表示热烈的欢迎 其实我一直都在默默地喜欢着老教授 觉得他是一个好心又睿智的老年人 我感觉做他的妻子 一定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 因为他一定不会像 我自私的丈夫那样对待我 一定会好好的呵护我 但我依然不愿意 轻易答应老教授的求婚 我还是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住房 好实现我多年的梦想 老教授听完我的想法 他并未多言 只是对我说是 爱情会有的 面包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当我拿着离婚证 出现在老教授面前时 他显得异常开心 他转身去了书房 出来时 手上拿着一本存折 他说存折里面有一百万 足够我在这座城市买套一居室 他说房子不需要太大 因为你和我结婚后 根本就没机会去住 房子就会空置 但只要这套房子 能够承载你所有的梦想 哪怕这套房子会永远空置 这钱也就花得值 我手捧着百万存折 不禁激动的热泪盈眶 我没想到 在自己即将步入老年时 居然还能够遇到一个 对我如此真心实意的男人 我发誓一定要用后半辈子 回报老教授的知语之恩 要珍惜剩下的每一天 和我爱的人将幸福坚持到底 老教授和我的性生活也很和谐 很多人好奇我们是如何做到的 那是因为医生教会了我们几个动作 老教授甚比很多小伙子还要强 腰敲打养胜操 盘坐在床上或者沙发上 双手握成拳头 左右手前后甩动 敲打命门和神卷两个穴位 每天早晚敲打敲打一次 每次五到十分钟 敲打的力度不要太大 你觉得让自己舒服的力度就可以 二 还阳握 没错就是平躺着 身体放松 双手放在肚脐的位置 双脚心相对 有利于帮助提高肾气 三 扣齿 古有艳语 老齿之法 早朝扣齿三百下为良 中医认为 牙齿是肾中的精气所充养的 经常扣齿 在一定程度上能健身 促进肾经生成 此外 经常扣齿 面颊部还不易胎线 切剧绝有力 牙齿也不易松动 脱落 每天早上起床后 全身放松 嘴唇微微闭合 上下牙齿有节奏的轻轻扣肌 不限次数 累了就可以停下来 但是要持之以恒 方可见效 四 搓脚心 脚心的部位 有一个肾经的要学 永泉学 经常按摩 有引火归远 不易肾气的功效 盘坐在床上 或者沙发上 双脚脚心相对 分别用左右手的拇指 揉搓双脚的涌泉穴 或者每天晚上用热水泡泡脚 也可以起到温序肾经 补肾安神助眠的作用 五 按摩腰眼 腰眼在第四腰椎急凸下 旁开3.5寸 左右各一 肠按揉有养肾气的作用 也有助缓解腰痛 疲劳 下肢肿胀等症状 快速搓热手掌后 把手掌捂在肾鱼穴上 同时双手上下反复按摩 致腰部有微热感为佳 医生还给我们介绍一些 补肾食物搭配方法 让我们远离肾虚和肾亏的困扰 现在我分享给大家 一 松子 松子常被人们称为松石 环松子以及果松子等 是现在人们非常爱吃的一种坚果类食物 它里面富含大量的可溶性脂肪酸 蛋白质 烟酸以及碳水化合物等成分 同时它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中药 长期食用具有抗衰老 抗氧化 美白肌肤以及强健身体的效果 炖鸡汤的时候放上一些松子 可以帮助人体 大大提高自身对疾病的免疫力 同时还可以刺激肠胃分泌更多的消化液 起到增加食欲和促进消化的双重功效 二 板栗 栗子在我国农村里面被称为板栗 它年轻的时候披着一层带刺的外衣 很多人都不敢接近它 成熟之后 这层外衣就慢慢地脱落了 栗子的果肉非常的香醇脆嫩 炒熟或者煮熟之后 味道更加的香糯宜人 我们在炖鸡汤的时候 可以加一些板栗 不仅可以增加鸡汤的香味 同时还具有补肾 补血和渐肠胃的作用 可以帮助人体预防肾虚 贫血以及肠胃疾病的入侵 三 茶树骨 野生的茶树骨 主要生长在油茶树的枯干之上 它是现在人们非常钟爱的一种食用菌类 它吃起来丝丝润滑 非常的香醇耐咀嚼 茶树骨里面含有大量 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成分 可以起到滋补强身的效果 将它和肌肉一起煮 可以起到温暖肠胃的作用 同时里面富含的膳食纤维素 也可以提高肠胃的消化能力和排泄能力 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还没到盖棺定论的那一天 就不要轻言放弃 只要没有到盖棺的那一刻 一切就不能下定论 因为一切都充满着变数 一切都会有无限的可能 一个人 不管你现在几岁 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年龄阶段 不管你现在是青年 中年 亦或是老年 都不要轻言放弃 你要相信 只要你心中不放弃希望 世上所有的美好 都将如期而至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